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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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Rio 今天我們要來講一個主題 這個是我很常被人家問到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獨輪到底 安不安全 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容易回答 那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影片 看完這個影片會覺得 這個交通工具不安全嗎? 不會,因為通常 大家會覺得這是使用者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 這兩張照片 看完這兩張照片 你會覺得契機車是危險的嗎? 很多人還是覺得不會 那如果你看到這些都不覺得危險 那為什麼我們從你身旁騎過去 你只是看到我們騎著獨輪車 你就覺得這個是很危險的呢?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電動滑板車 這個看似安全的電動載具 那其實它真的安全嗎?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資料 在國外洛杉磯 因為美國已經開放很久 那他們有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騎電動滑板車的人 如果受傷的話 有三分之一都是頭部受傷 那特別特別的是 這些大部分都是摔倒 而不是發生車禍所造成 那為什麼呢? 因為電動滑板車的輪徑很小 所以特別容易因為路面不平而摔倒 那再加上就是說人會有一個慣性 就是當你手上有握著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發生事情 你會緊握著那個東西不放 導致就是頭部受傷的比例就會偏高 所以這就是電動滑板車為什麼三分之一的人 頭部都會受傷 那再來如果是這樣的前提 來看電動滑板車 你會覺得電動滑板車是安全的嗎? 很多人會覺得 就是只有一個輪子的東西看起來很不安全 那這是思考的慣性所導致的 那因為對於沒有使用過的東西 大家的第一個反應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可能很危險 可能不安全 那有可能就是說 它會有一些沒有辦法預期的東西 所以在第一時間人的思考慣性 會判定這個東西可能是危險的 那判定一個東西安不安全 我認為安全的定義 它應該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 是車子本身的結構安不安全 那這個會包含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這一台車 平時有沒有在做一些保養調教 那或者是說你對這個車子的車況的掌握度 這個都跟車子本身結構是有一些息息相關的 那第二點 是使用者本身的經驗還有能力 如果今天騎汽車或計車好了 在路上如果今天使用經驗不足的人 我們是不是就很容易看到他們出事 那也就是說我們常會講三寶 那他就是很多在使用經驗上面 其實是有一些匱乏的人 那他可能使用這個交通工具 就很容易出問題 其實使用獨輪也是一樣 那第三種情況是不安全的環境 或者是行為 也就是說你在一個地方 可能這個環境不適合其獨輪 或者說你的行為 其實是很容易造成一些獨輪上面發生一些錯誤 或者甚至導致你摔車斷電之類的 那其實這一些也都是需要去避免的 所以我覺得在安全上面來講 他是有這三個內涵在裡面 那回到獨輪車到底安不安全這個題目 以我多年的使用經驗 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在合宜的使用情境跟使用行為下面 他其實是安全的 那如果會有不安全的情況發生 那通常都是使用者 可能也許不了解當時的環境其實不太適合 或者是說他自己的行為本身 其實是有一些使用上的問題 才會導致發生這一些錯誤 導致摔車受傷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不安全的行為 導致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這個車本身是不安全的 如果今天這個車他不安全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用這麼久 那正如我之前在別的影片裡面我也曾經講過 獨輪這樣的一個工具 它不是一個可以無腦使用的東西 是必須要了解 理解 要認識它再去使用它 才不會出現一些狀況 讓自己受傷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需要了解 什麼樣的行為 什麼樣的情境是不安全的 那不安全的情境有幾種 第一個 超速 或者是電機過載 那這種引起斷電的內容 我在前面第七集 小教室第七集裡面曾經有講過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回去 右上角這個資訊卡的連結 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集的內容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 急加速或是急煞車 或者甚至你是前後擺盪 這種都會造成 主板的溫度過高 或者是造成主板損壞 那其實這個在獨輪車 如果你有購買 有看過使用說明書的話 上面其實都有寫 就是這個行為 其實也是不合適的 第三種狀況的話 是在低電量的時候 去使用獨輪車 大家都知道 因為獨輪它的一個使用上 是靠電力在驅動 所以當它是低電量的時候 你又去使用它 這時候很容易就會發生電池關閉 因為它可能為了要保護電池 電池關閉 導致就是它斷電 那你會摔車 所以這也是第三種 要避免的情形 那第四種狀況呢 是跟路面有關 這個也是蠻常有車友 或者我自己也曾經 就是不小心因為路面有坑洞摔倒過 通常路面如果有坑洞 或者是說它比較濕滑 尤其是下雨天過後 地上可能是泥澱路 或者是人孔蓋 或是鐵軌 這種比較濕滑的 容易產生打滑的地方 因為畢竟只有一個輪子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經過這樣的一個路面 其實不小心發生打滑的話 其實就容易跌倒 所以這在使用上 其實是需要注意的一個點 那第五種狀況是 平常沒有在保養車子 那或者是去檢查車子的一些車況 導致的 那比方說 你如果長時間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去幫車子打騎 那車子有可能因為騎一騎 然後就爆胎 那爆胎有可能你就一不小心 失去平衡就跌倒 這是一種狀況 那還有一種狀況是 如果你很喜歡玩花式 玩特技 比方說下樓梯 或者是跳上跳下的這一種 那因為踏板有可能在一定 這種金屬疲乏之後 可能會斷裂 那這個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其實也很容易因為這樣受傷 那再來一種是 沒有保持安全車距 不管是跟前後車 或者是跟左右 因為獨輪這種交通工具 其實是很怕突然之間被改變方向 如果你突然之間碰到東西的話 其實這個也很容易受傷 那或者是說他的煞車距離 其實因為跟每個人的使用習慣也不太一樣 有的人使用上可以煞車距離 控制比較短 有的人控制比較長 所以呢 如果沒有保持好一個距離的話 也有可能會不小心就是會碰到前車 這樣子 那最後一種狀況就是 騎車不專心 那騎車不專心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不管使用任何一種車輛都一樣 開車也好 騎機車也好 騎腳踏車也好 其實都是 因為你如果不專心的話 去撞到東西 說實在的這怪誰 怪你自己而已 最後跟各位分享一個小故事 在19世紀初 汽車剛發明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人呢 對汽車這個東西因為很陌生 所以都覺得這東西很恐怖 甚至當時的報紙 特別喜歡去報導 汽車當時啊 拋錨啊 爆炸啊 人被炸死啊 這種事情 那而且在當時 英國曾經有一個道路法規是規定 汽車如果今天開進市區 它的時速只能夠有兩英里 每小時兩英里 也就是說它開的速度 其實是比馬跑得還要慢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當時那個環境是這樣 那現在大家對於就是這一些新興運劇 其實也是用同樣的標準 同樣的狀況在看這些事情 所以我認為這都是一個過渡時期 那獨輪車到底安不安全 以目前我自己的使用經驗來講 我真的覺得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在好好的使用的前提之下 它是有很多好處 而且是安全的 那這個新興的一個運劇來講 我相信在市場上大家要接受 可能還需要一點點時間 而這個時間呢 可能就是我們必須要等待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前提之下 其實大家也不用太心急 就是很多人會用一樣的眼光來看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今天藉由這個影片 讓大家了解 就是這種工具 其實也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的不安全 甚至各位覺得很安全的東西 其實也有可能潛在 藏著一些你們不知道的危險 最後這個影片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 希望能夠按個讚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點個訂閱 最後祝大家騎車愉快 請回到這邊